最近我在网上又看到一种新的玩法 就是说有人用大美制作了一把刀 而且这把刀丰厉无比 不但可以切菜 而且还可以直接刺传我们的荒芽视频 卧槽这也太厉害了吧 这样我就来试一下干呀 是真的还得夹刀 下把米到底你刚才粘磨出嘴沫 然后经过我 七七四十九段的不断 粘磨法 捣碎法 终于把这个大米捣碎粘磨成 毁磨状态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开始加水 一火那个大米的味 好兄弟们 现在我们可以已经做成一个面团了 这个味道好香 有一种糯米的味道 难道糯米就是大米做的吗 兄弟们 然后把面团放在这里面 然后让它自然发酵 三十分钟 三十分钟进 然后在它发酵的过程中 我们先把这个刀的模型给做 看到没有 这就是我们做的刀的模型 然后接下来 这个三个分钟已经过去了 然后我们打开看一下 就是感觉 和它年糕形成差不多 不过味道还挺香的 然后我们再用擀面上擀一下 它这里我们好像还能再裁一个刀 防止一会儿我们如果说失败了 对吧 有一个备用对吗 然后我们再换一个刀 然后我们再换一个刀 然后再换一个刀 然后再换一个刀 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又多了一把刀 这样的话还可以再换一个刀 然后还可以再换一个刀 然后我准备了三把刀 然后接下来我们把它给拆开 有点像不像炸油条一样的 我们把它放到这个里面去 然后再把烧好的开水倒在里面去 接下来再放入微波容 清蒸两分钟 开锅 我这个都已经化了看到没有 怎么那么香兄弟们好香啊 接下来我们把水给捏出来 然后兄弟们接下来就是到了风干环节了 放一下 好累啊兄弟们 终于把它好干了 太累了 这个视频做了真的太累了 搞了我一天兄弟们 然后接下来就是最后一个步骤 那我们就是打磨 你们看这个刀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 我们看一下 他这个切菜能力怎么样啊 然后接下来我们用他来切这个菜啊 看能不能切这个菜能不能切掉啊 哎 哎 能切掉 哎 能切掉兄弟们 你们看 这能切掉 这能切掉 你们看 切掉了 切掉了 喂 我操 不快了